下面就是肝 很多人以为肺就是在这边上 又是错的 左边是胃 庞大的胃 这么大的胃 像一个篮球足球这么大 吃饱饭像篮球这么大 不吃饭最少也要像篮篮球的分子 你不能说吸气 往这儿吸气 在下面更可笑 下面是膀胱 是泥尿系统 下面 中边这一层叫消化系统 肠子 大肠小肠的胃 下面是泥尿系统 排泄系统 那我们的肺是在恒格膜的上面 我们住的是一等包舱 不是下人住的任何客房 我们住的是商务舱 我们住的是高档在一等的 我们四倍车的机票 从这里 肺在后边 因为它从这里长 往下长斜着 顺着雷骨 你摸摸你的雷骨 下边上 前面为什么也没这肺 前面是胃 胃要蠕动 知道吧 你把它都长过雷骨了 它不会蠕动 所以说我们在后边 后边的这个地方 就是肺液藏着的地方 肺很长 大概就像我们的宝图 像这种 刚才喝水的 这么长 至少有15公斤 到20公斤长 右边三个肺液 三个肺液叶着 三个数页叠起来 你坐 左边是两个肺液叠着 要搞清楚 我们的肺是五个数页 这个要非常感谢 今天要往后边吸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往后吸 现在不管有些明白 听不明白 记得吸一吸往后吸 就对了 先坐开一点 我们正在静谷 不然你会 Rex 对吧 什么 你会说